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人辱的果位很高 一个人一辈子都是靠人辱过来的 我们每个人不靠人辱 每个人都活不到今天 你们这么大的脾气 你们能活到今天吗 看自己的兄弟姐妹看不惯 看自己父母亲看不惯 看自己都看不惯 我怎么这样恨死自己了 怎么活 一个人活不下去了 所以要忍了 要修到后来无声法忍 就是连忍的心都不要生出来 人家欺负你了 无声法忍我没有忍耐的心 我没觉得他在欺负我 很正常 他今天骂你呢 就觉得这个人对谁都这样 谁都骂了 你就觉得很正常 这世界一切都是无所住 没了 我们人间一切无所住心 什么东西能够留在你心里的 好好的过你现在 好好的过你未来 你一个人来到世界上 你走的时候是一个人走 所以你一辈子就是这样 无所住心 居无定所呀 一个人要明白 离开了大家 离开了众生 你就不能成为菩萨 也不能成为佛 也就是说 任何一个人的成功 是靠着大家 眼睛啊 鼻子啊 耳朵啊 思维啊 眼耳鼻舌生命啊 全部都要合作才能成功 凡夫呢 经常呢 被这些所迷惑 以为眼睛看到的 就是你 我 耳朵听到了 人家说你不好了 哎呦我 这个在佛法界里面 就称之为六贼 所以我们人经常颠倒 人最大的问题就是 我要面子 光秃秃的来 光秃秃的走 什么都带不走 你要什么面子啊 所以菩萨告诉我们 不要把我 总放在前面 在这个世界上 你不管做什么事情 一切都是因缘和合而成 今天没有这个因 你就没有这个缘分 你们今天有这么好的师父 所以你们来找我 所以你们因为这个因种下去了 所以来了这么多的果 只不过这些果 有的要烂掉了 有的很好 有的看看很好 里边烂的 有的贴个标签 卖高价 那么因为有这个因在这里 这个果不同 你有这么一个师父 做人这么好 人家都来找你 你只要想到 都是因缘生 因缘灭 我们爷爷奶奶 外公外婆 当时有缘分 慢慢慢慢 他们过世了 因缘就灭掉了 如果没有因缘 这个世界上 一切都不存在 所以世界上 有太阳 一定有月亮 这个世界上 有男人 一定会有女人 有好人 一定要有坏人 所以一切都是正常的 我跟你缘分结束了 就没了 我跟你缘分很好 还能维持 有的事情 不一定是因为缘分 没了 是件坏事 有的事情 不一定因为缘分 有了 还是件好事 善因缘 恶因缘 都不一样 所以在这个世界上 一切都是梦幻颠倒 拼命赚钱 赚钱 等钱赚满了 好了 给家里人用 给孩子用 你只不过替他保管 这就叫梦幻颠倒 造房子 造个烂尾楼 没人去组了 卖不出去 每一个人都要面子 要到后来都没面子 所以梦幻泡影 是既生既灭的 在这个世界上 所有的梦幻泡影 都是生了 马上就灭了 灭了又生出来 感情也是这样 生出来感情灭掉 灭掉是感情 又生出来 就像人一样的 活在世界上 又有希望 又有失望 所以我跟你们说 源起信空 只要有缘分 就会灭度 今天我只要认识你了 终于有一天会得便宜 任何的东西 只要有了 它就会没有 所以你不要去争 有什么好争的 所以 源起信空 只要源一起 最后的本性 这件事物的本性 就是空的 今天我扎了这朵花了 它的本性就是扔掉 烂掉 这叫源起信空 所以大地 山河宇宙外游 在这个整个的宇宙空间当中 它都是这么一个轮回 一个缘分 所以就是告诉大家 因缘 合了就有了 散掉了就没了 举个简单例子 因是电池 果 是电筒 你把这个电池的音 装进了电筒里面 你才能照亮 你单单有师父这个电池 没有你们这个电筒 不能把师父的这个 佛法能够传到别人身上 那你这个电筒不会照亮的 因为你照亮了别人 自己也看见 所以必须要亮 那么就是缘分 合合而成 合在一起 那才能成功 就是人跟人 只有合在一起 它才能成功 任何一个人 只要分开了 没有力量 所以这个世界上 没有一件东西 是单独存在的 这世界上 所有的一切 都不是单独存在的 它都是合合而成的 要明白 合合而成 就会有聚散 离合的一天 所以因缘 假合而成 你看你今天太阳 出来 你晚上就看太阳 到哪里去了 不见了 这是一种 虚幻的景象 是让你能够理解 让你知道 一切都是 自信空 任何事物 都是本性空的 人生出来 没名字的 什么都没有的 房子借来的 名字借来的 爸爸妈妈借来的 到这个世界上 就是来借东西的 借了汽车 借了工作 借了岗位 借了老婆 借了孩子 等到死的时候 全部还完 缘起信空 真空妙有 缘分起了 这个本性就空 但是真空呢 你说这个世界上 什么事情 真的空到底了 没有啊 你还有房子啊 这个空是什么 妙有 就是为了让你 能够理解 这些国法 理解这些物性 而存在于 虚幻世界当中的 一种物质 所以这种物质 在国法界讲 叫非物质 不是真实存在的物质 是非物质 所以每一个人 念头当中 要经常想 这个世界 没有一样东西是长久的 所以我不要生气 今天还能跟你在一起 感恩 今天离开你了 谢谢人家 感恩他曾经帮助过你 永远要学会感恩 感恩父母亲 给了我们一个身体 让我们在这个人间 能够活这么多岁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 自己的贿命 不要做错事情 不要让人家 伤害我们的身体 也不要自己 去用自己的身体 去伤害别人 所以在这个世界上 你只要记住 这是无常的 没有长久的 你心里慢慢的 就会无我的 所以国法界叫 无常无我 你知道这件事情 是不长久的 你一定不会对自己 太重视 你觉得这是我的 这是我的 不是你的 我一定要占有它 那么你慢慢慢慢的 你就我向有执着的 所以这个业念无常 所以起心动念 要么就是善业 要么就是恶业 你与其接受恶业 你还不能去接受善业 你这样的话 你就不会犯罪了 所以有的时候你 念头一狠 我就这样 我就不卖账 那么果报就到 因果只要一动 你就受报 你因果不动 你就不受报 怎么样让因果不动呢 你自己如如不动 那就不动了 所以你必须要学会 放下 教你们一句话 本来就是这样的 每个人本来就有 生生死死 不贵贵 每个人本来就有身体好 身体不好的 这一切都是无常的 都会变化的 对我来讲 对我来讲有什么难受了 教我在哪里我都是学佛 教我在哪里我都是工作 教我在哪里都是做功德 要什么面子了 一个人要学会重新开始 一个人什么事情不重新开始的话 你果报到 你会堕落 所以不想堕落的人 不想再承受因果的人 那么你就好好地修行 好好地学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